我觉得联储在决定Taper的时候更多看通货膨胀数据 在决定加息的时候会更多看就业市场 就业缺口估计在明年中前后被完全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联储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开始考虑启动加息 大家好欢迎收看讨观天下 我是经济通的记者杨英杰 节目嘉宾依然是瑞幸大中华区私人银行部副主席陶东博士 陶伯您好 Edward好 除了英国央行总裁贝利以外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是一个善变的男人 自从他获得白宫提名连任之后 就像换了一副面孔一样 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主题 看到底怎么回事 美国下一个星期又要公布通胀数据了 面对庞大的压力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得不低头 突然告诉大家 通胀问题不再是暂时性的了 而且还会预告在例会中要讨论是否加快TAPER 陶伯 鲍威尔的匆忙转身 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言是一个好时机呢 联储主席鲍威尔首次承认 美国的通货膨胀未必是暂时性的 他说经济非常强劲 通胀风险很高 所以我认为提早结束TAPER是合适的 也许提早几个月 那么对于联储货币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国债利率 顺势做出了反应 他发言的当天从最低位的0.44% 跳升到0.56% 同时30年期的国债利率跌到今年1月以来的低位 那么市场的预期看来是通胀加速增长放缓 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蔓延到了能源 食品租金等家庭开支的主要领域 也催生出强烈的通胀预期 涨工资未然乘风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 物价上涨已经不仅仅是供应链断裂和交通组织 所带来的暂时性现象 那么市场在过去几个月 起码两次强烈预计 联储会以更强烈的姿态处理 退出QE和调高利率 但是每一次都被联储强硬回击 无功而返 毕竟货币政策的按钮握在联储的手上 市场说了不算 那么加快退出QE 会不会让美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得到有效的解决呢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通货膨胀肯定会高起一段时间 并有可能加速 疫情油价和经济复苏 现在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估计大概在明年年中前后会回落 但是回落速度较慢 距离2%左右的中期政策目标 距离很大 明年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中间 会换一批投票成员 那么FOMC明年可能更强硬一点 OECD最新的预测中 美国2022年的通货膨胀的预测 从之前的3.1% 一口气上调到了4.3% 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 还是低估了通胀压力 2022年全球经济的关键词就是通货膨胀 而此会带来货币政策的变局 带来不同国家货币政策走向上的分歧 带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回到美国 TAPER和加息在联储眼中 是性质不同的两类操作 在流动性泛滥的时代 停止购入资产 不再添加新的流动性是一回事 调高利率 推高资金成本是另外一回事 毕竟经济复苏是靠刺激政策催生出来的 金融领域的资金杠杆也非常高 随时可能触发金融区杠杆 导致系统性风险 那陶博您预测公开市场委员会 12月的会议会怎么做呢 是不是还会维持您对2023年加息的判断呢 我认为FOMC在12月会议上 会将TAPER的额度 从之前讲的每月150亿美元 上调到200到300亿美元 提早在春季结束 因疫情开启的QE计划 这样做可以向政坛和市场 释放出联储正式通胀的讯号 减轻它的政治压力 但是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有限 10月份之后呢 美国的国债发行数量也会减少 那么货币当局支持财政赤字的压力 本来也开始下降了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加息 鲍威尔呢 依然语言不详 加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举措 更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 毕竟这些年制造出来的流动性 多数呢都滞留在了金融和房地产领域 我相信鲍威尔会利用加快Taper来满时间 避重就轻 如果明年通货膨胀能够较快回落 那么鲍威尔都会在加息上面尽量宽容温和 2013年才开启加息过程 如果通货膨胀继续失控 民渊再到 政治压力上升 那么鲍威尔不得已之下呢 有可能重复2018年的负责 连财加息优门 是不是加息就业市场的情况也很重要 其实11月非农就业的数字呢 没这么差 这个呢我们在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再谈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呢 我判断联储第一次加息发生在2022年的下半年 之后的六个季度再加息四次每次25点 那如果真的像涛博所说的一样 明年下半年开始加息 那相信明年的资本市场表现将会变得更加颠簸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周其他的重点新闻 中国11月制造业PMI回升至50.1 高过预期 而且是两个月后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不过1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却只有49.9 是8月之后再次出现萎缩 并低于市场预期 美国证教会通过了修正案 确定中概股必须披露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 且必须提供审计检查记录 否则可能会被出牌 中概股股价应声大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 中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事实降准 中国最大地产商恒大集团未能如期偿还一笔2.6亿美元债务的担保义务 是恒大首次出现海外债务违约的情况 广东省政府随即约谈恒大时空人许家印 并派出工作组进驻恒大地产 中指研究院最新房价指数显示 11月百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04% 是去年2月以来首次下跌 其中53个城市出现环比下跌 是近年来首见 美国差长耶伦同意 降低部分关税可能有助于解决价格压力 不过他强调降低关税并不会扭转现在的通战局面 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继续蔓延 欧洲、北美、亚洲多国都出现了相关病例 部分国家防控疫情措施升级 例如日本禁止外国人入境 不过世卫官员表示 初期数据显示大部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个案症状轻微 优主家同意明年1月继续增产每日40万桶原油的计划 但加入了特别条款 病毒一旦对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 产油国就会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是否取消增产计划 美国11月非农就业增加21万人 远低于预期的55万人 但失业率低于预期 同时劳动参与率略有增加 上期期我们提到了新变种病毒奥密克戎 那它吸卷欧美只是时间的问题 大家对奥密克戎有很多的猜测 有人认为现有的疫苗难以抵抗 很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全球大流行 但也有乐观派认为 其实奥密克戎带来的重症率和死亡率 并没有那么高 有助于全球疫情的终结 现在病毒专家还在研究 奥密克戎变异病株的特性 可靠的研究数据还没有出来 社交媒体上的多数内容并不准确 从WHO的新感染人数上看 我们处在新冠病毒的第五波感染中 市场也因此大起大落 我在这儿给出一些尝试性的判断 更准确的判断就要等数据出来之后了 首先变异是病毒适应环境 争取生存寻求传播的生物本能 变异一定发生 COVID-19出现以来 已经发生过上千种已知的变异 不必打惊小怪 病毒变异的目的在于传播 所以变异的方向往往是传播性增强 死亡率降低 奥密克戎目前看来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规律 其次病毒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一个新变种崛起往往意味着其他变种的示威 Delta变种强盛了 Alpha Beta变种就没有那么大规模流行起来 你看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 奥密克戎和德塔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竞争关系 这是病毒世界的适者生存 但是呢 进入新病毒的强悍的传染的能力 各国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 那我们可能还是要继续的打不停的打疫苗这样的 当然 奥密克戎的逃逸能力似乎很强 大概率会导致现有疫苗有效性的下降 所以疫苗研发需要不断更新 我们需要不断接受加强症改良症 在疫苗战线上 人类和病毒的竞赛角力是常态 在新疫苗研制成功和全面推广之前 疫情可能因为新病株而出现恶化 但是这是暂时的 我认为2020年那种极端的人群组阁政策不太会再现了 第一 杀死经济的不是病毒 而是我们的恐慌 政府明白必须在抗疫和经济之间呢 取一个平衡 第二 已建的个别国家的封国政策 看来都是暂时性的 在搞清楚变异病株之前采取的暂时自保措施 那奥米克戎会不会越变越弱 那现在还是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接下来还得不停地打疫苗和病毒做长期的作战 其实疫情在持续改善中 在我看来啊 奥米克戎的详细数据还没有 Delta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在接近重型流感 奥米克戎的传播性更强 但是重症率应该更低 其实甲型流感每年都在变重 我们每年都应该打针 这些是针对变异的流感症 可是没有听说市场因为甲型流感变异而出现恐慌性抛售的 病毒在适应我们 我们也需要适应病毒 个人卫生 疫苗开发和特效药治疗 是抗疫新冠病毒的三个环节 奥米克戎不过是疫苗环节做出了局部突破 但是新的更新疫苗很快会补上缺口 三环的抗疫中间呢 其他两环还在 我们不必自己吓自己 人类适应疫情与病毒共存的大方向 没有改变 好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本周还有哪些市场焦点 中国将公布11月CPI数据 美国也会公布核心通胀数据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央行将召开例会 本周聚焦在两个数据上 第一个是美国11月份CPI 估计核心CPI上升5.1% 30年新高 CPI升到7.1% 40年新高 日本第三季度GDP修正 从负3%上调到负2.4% 环比数字 中国的11月份CPI和新代数据也需要关注 美国11月非农就业增加了21万人 远低于预期的55万人 但其实呢市场表现不算太震撼 因为呢道指星期五并没有跌得多惨 那淘博如何看待非农数据的表现呢 11月非农数据表面上看很差 但其实呢又不是那么差 就业增加了21万人远低过市场预期的55万人 和上期的53.1万人 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比较差的 不过非农月度数字比较波动 事后也可能有数据上的调整 这个数据依然重要 美国政府疫情救援补贴结束后呢 但是这个并没有逼出多少人来 出来打工 那么这个起码是在表面数字上可以看到的 另外呢 时薪环比上涨0.3% 折成同比的话呢 接近4.8% 那么美国的工资上涨又稳定下来的几下 不过依然强劲 这是通货膨胀长期化的一个巨大隐患 有趣的是 失业率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是的 美国的失业率大幅下降0.4%到4.2% 低于市场预期 也是美国爆发疫情以来的新低 美国这次就业复苏有些不寻常的地方 一方面呢 距离疫情前的就业人数还差着380万人 就业复苏并不完全 这也是联储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呢 低端工作找不到人做 正在工作的呢 也不断跳槽 工资水平持续上扬 疫情期间 政府给出了很好的紧急救援福利 那么大家待在家里的收入也不错 所以就不出来打工了 但现在政府补贴已经停了 找工作的人数似乎还是不多 如果你看劳工参与率的话呢 十月份是61.8 比起十月份的61.6略有上升 比起疫情前的水平呢 低了整整1.5个百分点 有些人因为疫情提早退休了 现在不想再重回工作岗位 有些妈妈决定全职带孩子 因为幼儿园不开了 总之呢 劳工参与率降低了 愿意出来找工作的人少了 那我们又要回到了第一主题 那就业表现怎么样会影响到 联储的决策呢 劳工参与率低 找工作的人的基数小 那么失业率就自然低 现在低到4.2%呢 五个月里面失业率下降了 1.7个百分点 对于劳工参与率背后的原因 和逻辑的研究 现在是联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究竟有多少人因为结构性原因 已经退出了劳工市场 这个呢 对于货币当局的决策 是否提早加息很重要 我觉得联储在决定Taper的时候 更多看通货膨胀数据 在决定加息的时候 更多看就业市场 好不过 那美国就业数据还有哪些细节 可以留意一下呢 我刚才讲的是这个 这个非农就业中间不是太好的 那我现在讲讲就业数据中间好的一面 这比非农就业的标题数字更重要 非农就业中除了非农就业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家庭调查的部分 这个是针对个人 而不是针对公司的调查 在家庭的调查中呢 11月份有114万人找到了工作 比起10月份的36万人有大幅的上升 这个数据和申请失业保险人数大幅下降 是相互印证的 就业与人口之间的比例涨了40个百分点 主要呢发生在25到54岁人群 那么这个主要就业人群 目前比疫情前还有1.6个百分点的就业缺口 也就是说大约还有200万人需要工作 而不是非农就业数据中间所说的380万分就业缺口 按照目前的家庭调查所描述的25到54岁人群的就业恢复情况呢 就业缺口在明年中前后呢 我估计会被完全填上 实现完全就业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联储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开始考虑启动加息 这也是我认为 美国的消费情况增长前进都应该不错 好的 感谢陶伯 本期的陶关天下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